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鄙视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来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准备跟病毒共存吗? 后疫情时期,你应该明白的五件事情 最近呢,Omicron真的是大肆的入侵台湾 最近每天的案例都超过千里了 那在这个状况下,到底该如何面对 疫情的这个变化跟这个世界的局势呢? 当台湾的这个Omicron病毒已经入侵 就是各个社区里面的时候 我们到底该如何的应对 今天就来好好聊聊这个主题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来分享一间位于东区的街边美食 叫做顶好哨子面 讲到这间店,你一样说,还有需要介绍吗? 他每次去,就是会看到这间店啊 就是在那个转角处啊 如果你去逛过那个中校复兴的那个顶好商圈 他在那个转角处就有一间叫做顶好哨子面的面摊 说实在的,你一定听到这样说 这间店真的也没必要介绍吧 它也没有好吃到,需要拿出来说嘴吧 但是我觉得这间店我会把它定位成 就是你以前吃过,但是呢 你久久去东区的时候 你就是经过,你就看到这个砍棒 它就是有一种魔力会告诉你说 你是不是想吃? 你是不是想回味一下它的好滋味? 就是它有这种特殊的魔力 说实在,它相对于就是东区其他的店家来说 相对,我必须说是相对平价 但是它对比其他地区的那种街边美食来说 它这价格就是便宜一点点 那贵个十几二十块 它的最有名的招牌,哨子面 干面的话,小碗的是七十五块 大碗的是九十五 我觉得它进行的已经涨价蛮多的 那它的汤类呢,有所谓的综合三碗汤 有所谓的湿木鱼鱼丸 然后石家鱼丸 香菇贡丸 那综合就是所谓的三种都有 那还除了刚刚说的干面之外 它也有所谓的汤面 什么榨菜肉丝啊 然后刚刚的鱼丸类也都有出汤面 整体来说,你既然都去了 就是要点它的经典set 就是它的哨子面加上一个鱼丸汤 最近就是天气忽冷忽冷 我那天刚好经过的时候 看到的时候就是下午 觉得出席玩记者会 下午经过就觉得说 这个好滋味,很像他再来吃一下 就再去吃 然后因为那天真的很热 大概三十几度 我就只有点干面 吃下来的感觉 就是真的它的滋味都没有变 然后它的面也是一样的Q弹 然后里面的内容物呢 就是它有番茄啊 有洋葱啊 有碎肉啊 然后它还给另外自己 给你就是自用自取的 那个萝卜干菜脯 然后里面是有点勾芡 我本身就是蛮爱勾芡 所以那个吃起来的感觉 就是非常中我的心 加上吃它的话一定要加乌醋啊 一定要加辣椒啊 我个人是认真觉得 任何的干面或糖面 只要加辣椒跟乌醋 你要多难吃也是很难 所以这个东西又加上 就是让那个美味度再加分上去 那你本身如果喜欢喝糖的话 你可以点所有的鱼碗汤 做个搭配的combo set 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它的干面 其实就蛮好吃 虽然它的价格现在小碗的75块 对一般的男性来说 可能会有点吃不饱 但它大碗95 但我觉得就是以女性来说 可能是OK的 我本身把它定调是下午茶的 一个小点心 它不太算 如果你正在把它当正餐的话 你可能就要点大碗的 那它就是我刚刚说的 它的这个料理就很简单 你可以吃到它是原始的味道 就是那种 它被网络上誉为 就是这种爸爸味 妈妈味 就是那种传统 家里会吃到那种外省家庭会做的面食 那我个人觉得就是野北拍家 再次推荐给你 相关的资讯呢 也要放到其实你应该的限动24小时 之后会放到街边美食的栏味去 大家如果是台北人 常去东西就会觉得 这有什么好介绍 但是你知道 我们服务的对象也是一些 中南部的乡亲 如果来台北也去东西菜点 你可能预算不多 它可以当成一个菜点的小店家 那介绍完这间餐厅呢 还是不忘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还没有加入 其实你应该的IG的话呢 赶快去按赞follow起来 我会在那边po一些有的没有东西 你才能够看到最及时的动态 好啦 回到今天的主题 准备跟病毒共存吗 后疫情时期 你应该明白了五件事 最近因为那个徐小可跟阿边的 那个新闻闹得沸沸扬扬 就他们直播的一些事件 我本身并没有要评论这件事情 但是我要讨论的是 跟病毒共存这件事情 跟病毒共存这件事情 其实如果你有在follow一些国际新闻的话 其实国外早就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台湾的疫情 因为我们一直是守得不错 那加上台湾人就是 可能相对在防疫这件事情 我们都是比较战战兢兢的 然后因为这样我们守得不错 就觉得说 之前都一直压得非常低的那个案例书 甚至有长达好几个 我觉得都是你知道加零的状况 那最近这个Omicron 真的有点守不下来的 现在已经上千例了 到底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面对说 接下来的疫情的变化 我们不可能就是 一直就是把所有事情都防堵在国外 然后我们就只打算 就是国家内部就是完全清零 然后不跟别人往来 这是不可能的待机 就是终有一天 我们还是会开放国境的 这件事情是不得不面对 就是像很多医生说 这种期末考的概念 我们前面守得不错 但是当现在疫苗打够了 然后也有一些药物出现的时候 我们到底该如何来面对这个 当其他国家都要跟病毒共存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来面对病毒共存这个议题 那不管你的想法为何 然后没有任何的立场 就是你自己可以有任何的想法 但是我可以提供你五件事情 在这个后疫情时期 你可以稍微做个准备 第一点就是 药品还有所谓的快筛请被拖 最近真的是因为疫情 就是越来越烧越严重 像每天都上千例 在录音的同时 今天是两千多例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当案例数这么多的时候 你那个足迹难免会交叠在一起 那你还要上班 或是你家有老小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稍微验一下自己 是不是足迹哪怕你 就跟他经过几秒钟或几分钟 你也是会稍稍的有点担心 加上如果你本身 我说的是 如果你有足迹重叠 是一回事 你又加上 如果你本身流鼻涕啊 发烧啊 喉咙痛啊 上呼吸道的问题出现的时候 就一定要去验快筛 那这个时候快筛就很重要 尤其在这个案例数 节节攀升 就是大家已经慢慢的 开始理解到说 很像不得不去面对 跟病毒共存这个问题的时候 而且整个卫福部现在的定调 也是就是往这个方向前进 所以如果不小心 你有跟足迹重叠 或是你公司现在开始 就是希望你们每个礼拜 我就我现在所知 很多公司行号现在都要求 公司里面的员工 每个礼拜都要演一次 他们就是想要防范于伟然 这样子 那政府目前有些做法 就是他们预计征收一些 家用的快筛事 跟几家厂商合作 接下来就会有所谓的 快筛实名制 跟之前的口罩一样 就不用怕买不到 但是在这个gap 这个空窗期的时候呢 你可能在便利商店 我个人买的时候 觉得药局比较好买 当然因为我之前工作的时候 也会稍微演一下 就是药局 你也可以买得到 比较容易一点 相对于便利商店来说 有看到就买个一两个 我觉得也不用贪心 就买个一两个被子就好了 那台湾的药师工会呢 目前也是建议民众 可以备一些药品 什么药品呢 就是有所谓的节肋止痛 就是发烧 或是你到止痛药 还有所谓的流鼻水药 然后还有止咳化痰的药 还有肠胃药 最后如果行有余力的话 也可以加一些 所谓的维他命啊 这些东西 就变成是一些常备用药 可以稍微就是 偶尔看到的时候 可以买一下 然后放在家里 这些东西就是你之后 即便就是不是这个疫情 之后都身体不舒服 也是可以吃了药啦 就是它不是那种厨房签药物 就是你可以去 药局直接买的 如果你不信的 真的很不信 你刚好就是足迹重叠 然后你又刚好快筛 就是中了 然后你本身又 经过医生的评估 他说你可以回家自己修养 就自己自我隔离就好了 那你有这些药物 就可以自己 自行的舒缓症重 所以第一点就是呢 药品 还有快筛 请你要开始的备一下了 不用买太多 就是有就好了 稍微有看到 那就买 不用就是大量的囤货 因为这种东西 没有必要囤 就是台湾还是很方便 还是很容易买到 所以有看到就买一下 现在第二点关于说 准备跟病毒共存 后疫情时期 你应该明白的第二件事就是 施打疫苗 还有防疫作为 不要松懈 我本身已经打了三剂疫苗 但是我身边有些朋友 他们就要晚开始打 或者是你年纪比较轻的人 你可能就本来就第一剂 比较晚开始打 所以你本来第三剂 就会大概最近才开始打第三剂 那疫情慢慢的最近烧了起来 台湾现在的目标就放在重症清零 虽然我们没有追求说 就是案例素是归零 但是我们追求是重症 尽量不要有任何的重症案例 所以要达到这个目标呢 除了刚刚说的 你当然这些被动的药物 跟那个快筛药做好之外 你出门在外 最基本的 我们前几年 为什么可以防疫这么好 就是因为我们戴好口罩 酒精消毒 勤洗手 社交距离 这几个大家已经做了两年 其实大家都知道 但是就是不要松懈 另外外插一个议题 就是大家对于实名制 这件事情也越来越不放在心上 因为我最近真的听到 我觉得风声 有些人就会刻意的 不扫那个实名制 因为他觉得 他扫了之后 如果之后细胞简讯收到 或是被因此而被匡列的话 他就会影响到工作 他就可能会影响到 自己的出入的自由 这个心态真的很不可取 我本身是一定会扫那个实名制 目的在于说 我宁愿知道 我有可能有被感染的风险 我也不要 就是自己傻乎乎的 你以为自己很健康 或自己没事 然后最后面你自己意外得到 你可能还传了给自己的家人 或是你的亲朋好友 同事 就找不到源头 没有必要 所以你宁愿还是乖乖的扫 那现在的 你得病之后 现在目前大部分 你只要有打疫苗 基本上都会是轻症 但或多或少 还是一两例 是中症或是重症 那不管怎样 我觉得那个实名制 还是真的是乖乖的扫 那除了刚刚说的防疫 就是你知道 口罩啊 酒精啊 消毒啊 洗手啊 还有社交距离之外呢 疫苗这件事情 当然讲到这件事情 也是会有另外一派人说 打疫苗真的是好吗 那是毒啊什么这些 我今天没有要讨论这件事情 可是回归到科学的研究报告指出了 他们都说打完疫苗 至少至少你打完 比较容易是轻症 那当现在疫情 比较相对严重的时候 就会建议说 那你就至少 就是打一下吧 就打了 你至少可以减缓那个病症 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小心中 的话 至少它不会真的那么容易到重症 也不会让医疗的体系 那崩溃 所以真的是建议大家 就是疫苗 该打的时候 还是乖乖的去打 当然前提是 你是有遵照医师的指示 就是医生如果叫你不要打 那你当然就不要打 好吧 如果你自有疑虑的话 去问医生 做这一集真的好累 好多政治正确 很怕讲错 就是不管怎么样 如果你任何的疑问 就是请去咨询医生 如果医生叫你可以打 你就乖乖去打 那你本身有疑虑 你不想打 那就建议你真的要做好 所有的防疫的作为 不要松懈 不管怎么样 抠照就是要戴好消毒 社交距离 然后再 如果你可以打疫苗 就乖乖 该打的时候 就赶快去补打那个最佳针 这是第二点 再第三点关于说 准备跟病毒共存 后疫情时期 你应该明白的第三件事呢 就是维持正常生活 不要恐慌 你知道全球现在防疫的政策变化 已经就是 他们就是国家内部 如果他们的那民众疫苗施打率 达到一定的标准之下 五成六成七成这样以上的话 大部分Omicron蓝疫者 就是会在那个 比较相对而言都会是 轻症的状况之下 我们撇除最近在讨论的 沸沸扬的那个学龄前 或是那个五岁到十二岁的小朋友 到底疫苗该怎么办这件事情 我们先撇除这一个部分 不讨论 因为这是政策问题 我没办法去讨论这件事 撇除这件事情 如果大部分的 就是你知道 十二岁或是十八岁以上的 成年人都已经打得差不多的时候 国家选择跟病毒共存 这个时候 大家都已经选择 开放国境或边境 但是台湾在这个时候 刚好Omicron入侵 然后案例数标准 我们已经有之前的经验之外 还有我们附近邻近的一些友邦 像什么香港啊韩国 之前也都报道一个不行 那有他们的防疫经验 你可以做借禁嘛 所以民众真的是不用太恐慌 像欧美现在 你看到那个Cortella 最近根本没有人在戴口罩 我真的是很惊讶 他们国外 他们已经没有在戴口罩 因为他们疫苗打足 他们就等于是 就真的是与病毒共存 基本上就有点恢复 原本的那个状态 只是就是O 我可能还扫个QR Code 他确认你有没有打疫苗 就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 整个世界趋势是往那边走 我们不可能逆向而行 还是自己就每天在那边 期待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加龄 就是全部的案例数又归零这样子 当然 讲到这里 大家又想说 最近上海就在做这件事情啊 那我个人是看到上海的经文 其实蛮痛心的 我个人觉得说 真的也没必要做到这么夸张 就是当然那个部分的问题 真的是太复杂 没有办法在现在 用简单几句话来解决 那我们就先搁置 我个人觉得 整个全世界的大方向啊 就是撇除中国之外的国家 大部分都是以一个 与病毒共存的概念 所以我觉得趋势所趋 所以台湾应该也是躲不掉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够往那个方向去努力 怎样把现在在案例数尽量压低 然后不要有重症 大家可能就变得是像小感冒这样子 那这就是我们目前的防疫的方向 所以 听起来 如果大家都有怪怪的打疫苗 或是 如果你不能打疫苗 你也怪怪的做好防疫的作为 就是至少大家可以维持个正常的生活 不会真的被封城啊 或是回到之前三级警戒章不至于 但是大家可以正常的生活 你可以去哪里都可以自由自在 但是就是做好防疫 口罩戴好 真的不小心染疫 那你就请你乖乖的在家里 就是自主隔离 或者是乖乖的去看医生 不要再怎么出来啊 就是你知道违规 然后又要导致别人 就是健康的人 又因此被你感染 这是第三点 接下第四点关于说 准备好跟病毒共存 那后疫情时期 你应该知道的事情 就是四 可以稍微就偶尔准备一点 就是干粮啊 泡面罐头之类的 还有准备好远距上班这件事情 就是你还是要心里有个底 有可能如果你最近 因为你们公司有人突然有人确诊了 你可能就要远距上班 那你要远距上班 或是你就是要在家自主隔离 如果你临时被通知的时候 你家里至少要点粮食吧 有些泡面吧 有些罐头吧 或是面包吧 或是饮料吧 或是水吧 就这些东西可以稍微做点准备 不是说要回到像之前说什么 突然封城或三级 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我觉得稍微准备个几天份 然后放在家里 或以防万一 如果你公司突然有人确诊的时候 你突然在家里要自主隔离 你可以就是说在家就在家 不用担心说 我可能什么东西都没有 还有做好远距上班的准备 就是面对疫情这个未知的走向 我觉得台湾人就是刚刚说的防范于未然 我们就是要超前部署 就对于那个基本的口罩社交距离之外 还有下载台湾社交距离APP 它就可以让你稍微每天就是定期的看一下 你有没有跟确诊者有足迹重叠 除了那个细胞简讯 就是如果你真的重叠 就是卫福部台北市政府 或是你是在地的那个地方政府 他们会发简讯给你之外 就是你自己如果下载台湾社交距离APP 就会更及时的指导 所以适度的就是准备好这些功夫 然后刚刚说的存点粮食 还有永远都是备份云端 你现在的工作如果是可以 就是东西是可以备份云端 或是可以USB 没有违规的前提之下 有些像你如果是军政单位 或是你就有隐私 或是你的商业机密 当然不行 但是如果说撇除这类之外 你可以用USB存档 或是可以上传云端的话 尽量把那些档案都上传 云端或USB 每天随身带着走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 突然你们公司如果能确诊 你到时候你不能够在家上班 你也会觉得很麻烦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要注意 就是备好一定的粮食 然后随时做好远距上班的准 准备在这个疫情到上升的时期 你才能够不慌乱 不恐慌 现在第五点关于说 准备跟病毒共存 后疫情时期你应该知道的 第五件事情呢 就是五 随时留意疫情的变化 还有防疫指引 新冠肺炎现在已经延烧 已经两年多了 就觉得不可思议 就是台湾的这个防疫的政策呢 已经就是要轮过几次了 之前那光是卡拉OK 一下子被禁掉之后呢 恢复戴口罩可以唱 之前又有时口罩可以拆下来 现在口罩要戴回去 就是各种各样 运动那个健身房也是 一下子就是开放之后呢 要梅花 梅花器材 那一下子就是要戴口罩运动 有一阵子又说可以拆口罩 那就是他有一阵子 有一阵子他就不停的 更换他的防疫指引 我觉得这样是好事 就是滚动式的去做一些调整 所以防疫政策 他当然要与时俱进 现在的防疫作为 你不能用两年前那个 防疫作为来对照现在 因为像是你知道 时空背景不一样 那时候根本还没疫苗 也没有所谓的解药 那现在已经陆续已经开发一些药物 什么科超药啊 或是一些疫苗 那当然现在就有现在的做法 所以当现在台湾的案例数飙升的时候 就是真的不要偷懒 每天就是还是偶尔稍微留意一下 那个案例数的数字的升升跟降降 大家知道说 最近的疫情大概是 可能比较严重哦 那可能卫福部他们就会 发布一些禁令啊 或是一些准则 大家可以依循 因应不同的疫情病化 我觉得就实时的去遵循 政府的建议 然后去做一些调整 这样整体才能够有一个 比较好的防疫的 共同的一致的方向 那我觉得 当然每一个政策 除了然后每个决定 大家一定会有正反两侧 那就是民主社会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不管怎么样 但是大方向来说 政府就是他不会拿石头砸自己的脚 他会叫你做账做的事情 他不会叫你做这件事情 然后让你染疫 他不会刻意为止 他尽量是大方向 希望大家就是往好的方向去前进 所以大抵来说 就是还是可以稍微遵照 卫福部的指引 那我觉得这样可能对你 或对你身边的人 也相对比较安全一点 好了 今天就分享了五点 关于说 后疫情时期 大家准备跟病毒共存 你应该明白了五件事 进入这一期 压力真的是颇大的 因为最近就是到疫情的 不然是政策面啊 疫苗啊 然后各方面 大家都有自己的意见 然后全球目前是有会有一些 有些人就是主张要清零 有些人主张是完全性的开放 回到过去的生活 不管你自己期待怎么样 但是这就是一个 后疫情时期 台湾现在这个状况 我建议你的五点 希望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还要说 如果对今天议题 你有任何意见和看法 想要分享的话呢 不管此刻你收听 还是哪个平台 快去按赞订阅 如果你是厂商的话呢 在咨询栏位有信箱 或是你可以加我IG 私讯跟我联系 最后跟您说 如果你是用Spotify 或是用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一下 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我都去看咯 好了 这是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咯